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加拿大保守党的核心人士 于2006年到2015年期间就职加拿大总理 目前是国际民主联盟的主席 该机构集合了来自60个国家的80多个中右翼党派 短短几天内已有500多人申请了入托补助 该措施于8月上旬生效 其重点是如果父母想要重返工作 但无法在居住地附近的传统幼儿园找到位置的话 每月最多可以获得4万福林补助 用于将孩子安置在私立工作地或家庭托儿所内 这家位于被开市侨保市中心的托儿所 从今年年初可以接纳比以往多24名儿童 通过1亿2000万福林建成了游戏房和团组房 使得该教育机构现在可以接纳156名儿童 政府从7月1日大幅度提高为发展托儿所提供的资金 为此提供的950亿福林大部分来自于欧盟补助金 负责家庭政策的副国秘书在本台表示 未来三年还会再增加2万儿童的位置 直到实现7万儿童的托儿所接纳能力 我们在努力进行市场调查 并且有些地方已经完成了调查 主要调查入托需求 也就是说在何处出生婴儿的人数 未来兼出生的婴儿以及相关趋势 这将是一个绝对的计算系统 在2010年全国各地的托儿所只有3万两千个位置 截止至目前我们已经提高至5万 也就是说过去几年 我们兼托儿所的接纳能力提高了50% 政府为私立托儿所的发展提供帮助 而重回劳动力市场的父母们 为这项服务所支付的金额也在减少 将孩子安置在私立或者工作岗位托儿所的父母们 可以每个月获得4万福龄的资助 根据政府的估算 昨日超过70万人在布拉佩斯的现场 观看了国庆的烟花秀 如果算上外地城市同时燃放的现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全国各地超过100万人 共同欣赏了作为国庆庆祝仪式 闭幕仪式的烟花表演 昨晚9点在布拉佩斯从9个场地染放了烟花 持续半个小时的烟花秀 从莲子桥伊丽莎白桥 以及在多瑙河上的博船上发出 在今年的烟花活动上 以民族的颜色为主题 即红白和绿色 烟花专家们使用了26000个烟花效果 在匈牙利歌曲的伴奏下染泛 70万人在现场欣赏了烟花秀 其中有很多国外人士 这名约当男子表示我在布拉佩斯学习 这已经是我第三年来观看烟花 明年我可能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来 在布拉佩斯烟花秀的结尾 按照以往传统在伊丽莎白桥和莲子桥处 为观众带来了壮观的水木烟花 烟花秀十分美丽 我非常喜欢和享受 此后通过无人机在空中画出了匈牙利国旗 并向盖雷特上投影了上帝保佑匈牙利的文字 总理福内阁办公室公布 国庆节活动安全且成功结束 在布拉佩斯的城堡花园举办的匈牙利美食街 迎来了数万人 而6万5000人访问了布拉城堡的手工艺术节 在国会大厦里超过8000人 于8月20日观看了圣王光 政府宣布了以匈牙利365为主题的摄影比赛的邀请 9月3日起至10月中旬 三个类别的比赛等待着参与者的报名 沈平会主席表示 期盼看到积极充满活力的摄影作品 由创作者由自己的视角呈现出匈牙利的价值 我们等待着专业和业余摄影师的报名 甚至通过手机在符合一些条件的情况下 也能拍出好的照片 不同列别项目的获胜者将获得100万福利的奖金 当然也将举办公开的观众投票 我们希望该唱一件成为传统 同时致力与将最佳创作水平的作品展示给全国大众 名为斯尼伊印象的独特展览将移至尼尔埃及海兹 该展览的展品选自匈牙利公共和私人收藏 展示了帕尔·斯尼伊·麦尔斯的全部作品 这位画家最美的80幅作品将于8月23日起 在尼尼埃及海兹的安德拉什约萨博物馆展出三个月 名为多瑙和以南的展览 事隔30年后重新在巴拉顿阿尔玛迪举办 共有10个州的300位专业艺术家受邀参加本周 在维尔什·贝伦尼·梁仓开幕的展览 该展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 今年共展出近150件艺术品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